大家好 欢迎来到Python自动化运维及Web签工系统的课程 今天是我们的第四节课 今天我们主要是讲Ginx CI和Python甲本语言的一个结合 看它能够到底能够做什么东西 什么是甲本 在这里我就不给大家念了 大家自己下去看一下 甲本的一些好处 我总结性的说一下 就是说现在甲本语言是越来越流行的 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使用甲本语言 而且我认为甲本语言开发的待遇 普遍要比主流语言的要好 比如说现在流行的甲本语言 Python啊 Ruby啊 JavaScript啊 这些是吧 所以说你们选择Python是很明智的一个选择 以前我也是从Java转向Python的 好了 今天我就不给大家吹其他的了 直接进入主题 带大家写几个甲本 看甲本能够做什么东西 第一个 备份数据 其实说完了就很简单 一句share就搞定了 Python是可以直接运行share的 你看Find这个路径上面 名字以ZIP结尾的 最近700天的 我本来是写7天的 因为那个日期比较久了 就写个700天嘛 然后复制到backup的目楼下面去 你也可以跨服务器嘛 第二个 我直接运行第一个给大家看一下效果 我们可以看见我在这里面创建了一个放于data的一个数据 有一个ZIP 一个TR的一个包 然后这里面我把它删了 我们直接运行一下 my script backup 好 直接运行 完了 我们看一下 看见没有 已经到backup灯里面来了 不好意思啊 所以说我们通过这个假本语言 它就能够很好的一个备份数据啊 这些 我们 我们一般不只是备份于电了 上面的数据 还可以备份一下mySQL的数据 比如说我们dump一下数据啊 这些我们可以定期的dump哪个数据库的一些数据下来 这里面我写了一个方法 现在也是基于mySQL的语句直接写的 然后通过直接运行 看我把它存的路径 大家可以给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是路径嘛 然后最主要的就是这句mySQL dump的一个语言 好 很简单的 看一下 我看我放在 这里 它是空的 我们直接运行来看一下 一个警告 我们不用管它 你看 数据已经过来了 打开给大家看一下 应该很大 算了 它就是一些SQL语言 我们就不看到很大的一个 算就是给大家演示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用它来备份数据啊 定期的备份一下mySQL这些数据啊 这些 这是第一个 第一个甲本 再看一下第二个甲本 第二个就是比较常用的一个东西呢 比如说 我们一个web项目 我们怎么知道它在运行 然后没有在运行呢 首先我们一般都会写一个甲本去访问它 然后如果访问成功的话 我们就表示它在运行吗 如果访问不成功的话 就表示我们这个web系统已经挂了 是吧 web系统如果自己 自己挂了 它肯定不会 给我们 说的是吧 一般我们要采用第三方的一个 所以说我们写一个甲本 在这里看一下 sdn 我这里写了一个简单的 访问sdn的 你看可以运行 可以 很简单的 就是用request的这个包 去访问这个网站就可以了 第一节课我就给大家讲过这个包 要比URLibrary好用很多 直接去访问它 然后访问呢 如果 这里面它返回的状态是200吗 但是如果我们单凭200去判断的是不可以的 一般的我们还去判断一下它的内容 我这里面判断了一下它的title是这个 我去 拿了它的一下代码 然后把它的title 把这里面有用的一些信息给 复制过来 然后它不会经常变的就可以用来判断它的一个标准作业 就很简单的 我运行给大家看一下 名字叫什么 checkcsdn 打错了 没保存 刚才改了 你看csdn is working great 是吧 假如我们把内容 title一下一遍了 有的时候它要 好我们把这里面的内容 匹配的内容改变一下 我们看能够能够匹配成功 你看csdn 已经不是正常工作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人去维护它了 所以说一般我们都是 所以说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通过甲本去检查一些web项目的是不是正常运行啊 这些的 第三个 检查一下 saver是不是正常 检查一下我们电脑的一些硬件的一些情况 很简单的一个是检查我们的 使用率 硬盘的使用率 检查这个路径下面使用了多少 还有我们可以检查一下cpu内存啊 这些 还有检查一下网络情况这些 给大家运行一下 看一下名字叫什么 check saver 看一下 第1个 free的 好像是free 百分比还有20%多 就用完了 下面是看一下 系统运行的一个情况 内存 可以看一下他有一个百分比 用了多少 free多少 这些 当然 检查硬件这方面一般都是 有专门其他专门的一些工具来使用 他们更专业一点嘛 所以说一般我们也不会使用甲本去 检查这些 如果你们公司没有 采用更专业的 你也可以使用这个去判断 当他内存大于什么时候啊 硬盘工价小于什么时候啊 你做一个判断然后就发出警报出来 然后就有人专门去维护他这些 这是也是可以的 不过一般现在外面也有很多免费开源的我们也 公司也是采用的那些他们做的更专业嘛 我们一般做 这种维护的话都是偏向于软件方面的 所以说这种硬件方面的 也可以做 但是一般做的很少而已 只是给大家讲解一下 好 这就是大概是给大家讲的几类吧 这就是比较常用的一些 还有一些就是 跟一些微博项目就是 一些微博项目 一些功能然后分离出来用甲本来完成 比如说我们每天晚上去发邮件啊 去检查什么东西啊这些 像我们做的话就是 写一些配置文件然后去读取啊 然后更改流程啊这些东西 都是通过甲本语言来做的 如果你们能够把它跟 一些微博项目能够分离的尽量分离出来 这样运务呀这些都比较方便一点 好我们先跟 甲本大概就给大家讲这几类吧 反正都很简单 到时候 你们公司有其他的要求啊需求这些都可以使用嘛 反正甲本也很灵活 也讲不完是吧 这里主要是给大家讲一下 这几个甲本然后跟多 金银子结合起来的一个效果 只要我们把 金银子运行起来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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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运行起来了,我们看一下 还有一点时间 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已经把我的代码放到Github上面去了 好,这三个项目,我们先把地址copy一下 这里面,首先我们创建一个仕途 我们叫Daily 以后我们就是每天都要维护的一个项目 然后就添加吗,现在还没有项目 添加任务 先让我们新建一个任务 第一个叫backup某某Date 我们把地址copy过来 描述性呢,我就不行了 我们采用GIT master上面 然后怎么执行它 怎么执行它 python 它好像没有E-Level吧 我们直接看backup的 它用的都是系统的一些东西 所以说我们不用安装E-Level 就直接这样就可以了 运行一下 哦,它还报错 我在Jinkins里面没有创架那些 没有创架那几个路径 这几个路径是吧 哦,它已经报其他的错了 MySQL Dump 哦,因为我这Docker里面那个Ubuntu环件 我没有装MySQL 没有装其他的一些环件 所以说它MySQL Dump是出错了 然后其他也出错了 好像它出错到这里还运行成功了 因为我们没有patch异常这些情况 所以说它直接就出错了 直接把它放到Date里面 这个演示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因为还要去安装一些MySQL的一些其他东西啊 很麻烦的 大家知道就可以了 因为我在外面也给你们演示了 再创建一个 加 CheckSaver的一个 我们check自己的一些Web项目管理运维 我们都是采用这样的方式去运维的 后面我会给大家做一个Diceboard 有了那个Diceboard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面板来 然后查看我们所有的一些运维的项目啊 然后就可以很方便 直接了当的 一样的把GIT写上 这个是可以运行成功的 这个是可以运行成功的 首先我们要去安装一下它的E-Lab 在这里面我们有写到一个Request的那个文件 大家也应该要把它写上 Field 这里面路径写错了 我在这里改一下 给大家再提交一下 给大家再提交一下 直接就HOME Jinkins 它是在Jinkins里面 好 在这里面给大家看一下 它每次去拿最新的一个代码 JIT 我们一般要把Log这些要写好 大时候别人才知道你改了什么东西嘛 是吧 Change ServerPath 随便写一个 不好意思啊 重新来一下 重新来一下 好 你看到我已经提交了 这次我们再去拿最新的代码 还出错了 No search file 哦 它里面好像没有这个路径 我们直接看一下 SU Jinkins CD PWD 它里面要绝对路径 这个路径就可以了 我们再提交一下 我们再提交一下 再运行一下 看一下 至少证明它是去拿了一下最新的一个代码 是吧 这次就可以了 我们又把它打 你看这里面我打印的一些东西 当然我们又在里面做一个判断 那时候如果你们真正需要的话 就去做一些判断 当它插过什么的时候 应该做什么东西啊 这些 发出一些警告的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给它做一个日程 什么时候去判 一般我们check这些东西的话 一般都是采用每个小时去判 我看一下它有好像配 hourly的一个东西 这个每小时判一下 这里面每15分钟判一次 这里面改成6席 我们可以在这里面看一下 现在是2015年 这是它那个系统的时间不准 你可以看到 这是当前时间 下个时间就是2点36去跑 是吧 2点03 就可以看到它是每隔60分钟一个小时去跑 这就是一个日程表 然后大家大家可以根据这上面的规则去自动去改时间 看你什么时候需要 然后它会在这里面给你提示的 你等一下这个 什么时候去跑 最后一次跑 然后下一次跑的时间 等一下确定就可以了 这就是我们每天日常需要关心的一些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脚本 还有一个脚本价 CheckCSDN 新价 我们复制一下 CheckSaver吧 它也是从这个里面去拿嘛 使它运行的脚本不一样而已 好可以了 哦好像我们没有安装去Quest那个Ball是吧 先把那个Ball安装上 然后我们用了这个Ball 到时候我们用了什么依赖Ball 我们都要把它写好 使在一个专门的文件夹里面去统一管理 它这里面就在安装Request 好安装成功了 CSDN做正常的工作了 那我们再来配置一下 一般最后面我们会想一下 当它构件CBall的时候 我们要把什么发给它 每次不稳定 然后每件发给哪个人 可以就是到时候你就可以 你收到这个邮件你就专门进行维护 一般都会有专门的人嘛 反正分组维护 落实到人头上面去 一般都会这样 好大概就可以了 这就是一些script 然后这是一个项目的运行的一些情况 今天是大概就是做这些 今天是的课程 我们就大概知道讲完了 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后面我们会给大家讲一个web监控系统 就是一个dashboard 然后结合Giggins来做一些 一个比较完善的一个监控系统吧 好今天就这样 下节课再见 下节课再见 你看 感谢观看